每天吃一瓜 风皮姐巴巴巴 张大大又才爆料了 说综艺10天之后回到现实这个综艺里 有嘉宾在节目中结缘了 而且是艺人和素人的搭配 然后有网友联想到之前林更新录这档综艺的时候 边上有个素人女生穿林更新衣服 怀疑这个素人和林更新在节目里谈恋爱了 风皮姐是不知道张大大在说谁 她一贯比较喜欢捧高踩低 大咖肯定不敢爆料的 不过这个人肯定不是林更新 原因很简单 林更新目前有对象啊 她跟那个男艺笑话目前还在谈呢 两人纷纷和和好几次 目前还没有分手 怎么可能会跟别人的女生谈恋爱 那个穿林更新衣服的女生是有男朋友的 那天林狗就是出于绅士风度 把衣服借给了当时穿短袖短裙的女生 林更新今年事业发展的确不错 一奉行之后就身价涨了几百万 连着接了七八个商务 玫瑰的故事波王 又接了三四个商务 现在对接了戏约还不少 关键一点都不影响谈恋爱 该怎么谈还是怎么谈 感觉粉丝好像也不是很在意